今天也很認真幫阿格莉做了一個準備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相信現場來賓 包括攝影大師 我們過去非常好的回憶 包括Playboy 還有FHM 好性感 好性感 真的好性感 可是你知道好性感現在變成什麼樣嗎 我們看下一張 現在好性感呢 全部變成好人感 好人感 好人感 因為Playboy已經停刊了 另外FHM男人幫 這些都停刊了 怎麼會這樣 老王你有沒有心有奇跡 你當兵的時候是不是都靠Playboy 靠一本Playboy再稱呼你當兵苦澀的日子 當然 當兵的時候 如果還能看到Playboy 我覺得是一種諾大的幸運好不好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過去性感真的很熱賣 可是現在這些都不流行 因為停刊了 現在流行什麼 阿格莉 現在流行好清純 好清純 好清純 這些像正宏的周子瑜 蔡瑞雪 這些宋雲化 都屬於清純派的 你不是在爭女友嗎 我喜歡清純派的 你喜歡清純派的 對 我喜歡清純派的 對 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在也找不到這種 性感女性 然後比較紅的 現在性感女神好像比較不流行 就比較要小清新這樣子 小清新 大家可以喜歡哪一種 我現在我喜歡我老婆 對 我老婆又清純又性感 回答得非常好 下廚一身冷暗 好 那你生活懸吾法 你看到什麼 就是內衣嘛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停刊 我們就可以發現 衣服好像越穿越多 性感內衣的效量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囉 是 我們就來幫大家戴一下 在國外這個品牌 維多利亞 他每年都會辦一個走秀 對 可是今年已經停辦了 已經確定了 對 之前只是耳聞 但現在好像這個名模 澳洲超模 他說已經確定了 確定不辦那個走秀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這麼大的秀 你為什麼不辦 對你公司的品牌 形象也非常重要 男生們又愛看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銷售盡力跟營收 全部都是往下掉的 特別是營收的部分 掉了34.5%那麼多 可是我還是不懂 為什麼現在的這個 性感內衣都沒人買 因為現在大家喜歡舒適的 然後又時尚 我們剛剛講到 小清新豐盛的流行 現在大家都穿那種 那個運動型的 你可以去健身 然後大家看你 也不會覺得太裸露又性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股價 我們直接來看股價 L Brands就是維多利亞秘密的 母公司 股價是從2018年的年初 一路的往下跌 61塊跌到20塊出頭 跌得非常的多 反觀Nike 從同期從62元 一路的漲到 將近90元這樣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內衣趨勢的此消比漲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營收的年增率 維多利亞秘密現在是負的 就是性感內衣的部分 性感內衣已經不在了 反而是他旗下的 Best and Body Works 這個是賣美妝品的 美妝 反而生意比較好 所以我們循著這樣現象 要來看一下機能型 是不是有這樣的商機 我們知道說舒適型的內衣 因為性感型內衣 基本上沒有機能型 因為很快就要脫掉 對 就是運動型的 就叫舒適 舒適叫機能型 就是你要辦事也可以 你要運動也可以 那講到機能型內衣 跟機能型的運動服飾 我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何謂機能 就是以前可能就只有微纖維 現在會把纖維裡面 加入彈性纖維 甚至是一些彈性的蛋白 所以你衣服可以耐穿 但是又有延展性 我們今天就幫大家選出 財報跟基本面比較好的 因為會投資紡織股的人 基本上是比較注重 基本面的投資人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宏這家公司 就是大家比較知道了 它其實就是Nike的概念股 通常如宏會跟巨洋做對比 因為以前是巨洋是股王 後來被如宏超越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兩家公司的差異 我們看到藍色的是如宏 黃色的是巨洋 大家可以發現 這毛利率差異其實滿大的 如宏去年毛利率有超過28% 可是巨洋只有20 這個原因就出在如宏 它一路的 從以前股價才40 50塊 可以漲到400塊 靠的就是跟Nike的 這個機能性布料開發 完全靠機能 機能一 然後股價慢慢往上衝 因為機能一的毛利比較高 比較高 因為巨洋是做成衣的 像UNIQLO ZARA這些代工 我們可以看到EPS 也是跟毛利率呈現一樣的形式 就是如宏會比巨洋還要好 去年如宏的EPS有16塊 可是巨洋連它的一半都沒有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 反而不是如宏 而是巨洋 不是找股王 因為有時候投資 你要找低基期的 低基期 股王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可能沒有辦法因此賺到錢 所以反而要注意的是巨洋 對 因為巨洋 它其實是開始搶進機能一 在2016年的時候 它的機能性紡織占 它的營收大概才20% 20% 現在已經到27%了 到截止到6月為止 累月的營收益到6月 是歷史的最高 歷史新高 對 那6月的年增率也是16% 累積今年上半年是26% 所以巨洋 確實它受到機能益的帶動 它的營收也越來越好 EPS也越來越高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K線的部分 反而是今年的一個相對的低 它位階比較低 現在已經跌到藍色 這個是年線 這是除息是不是 對 除息 然後現在貼息 然後又遇到年線 又回到年線 所以等這邊KD或MACD修正之後 我覺得大家可以評估 在適當的本益比切入 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 它價格高了點對不對 對 因為紡織業的其實股票 本益比都蠻高的 都在15倍以上 所以大家也要衡量說 這樣的本益比是不是你能接受 那在講完NIKE陣營之後 那我們來換到Under Armour UA 你上次有穿UA嗎對不對 我上次是穿NIKE來的 我UA那件丟在家裡 為什麼 你現在不穿UA 因為我發現那個UA 好像都是阿伯買蠻多的 我看到阿伯穿很多之後 我就不想穿UA UA的公關可能會打掉 你剛剛有一點 我等一下要告 UA變成老人牌是不是 不錯 現在老年化嘛 所以這也是一個成長的趨勢 也是 對 那我們談到UA 我們就可以提到 這家公司叫德利 德利 如果沒有德利 UA的機能益可能就不給力了 因為UA以前是一家小公司 他去找這些大廠幫他代工 其實不好談 因為成衣廠一定要 你很大的量他才要接單 所以他當時就找上德利 我懂意思 德利以前的機能布料 佔他的百分比大概才10% 現在運動型的營收 已經佔了他將近七成 對 轉型非常大 所以其實德利現在就成為 UA最大的平支部的供應商 當時候的德利他就想說 我對手也做針織 那如虹這麼強 如果我也做針織的話 那我是不是被他幹掉 那他原本的專長是平支 像我們西裝這種就是平支 比較透氣 對 但是比較 沒有延展性 延展性沒那麼強 延展性沒有那麼強 比較耐磨 比較耐用 所以他就把這個平支的 布料做改良 變成說又透氣又耐磨的機能型 他是平支的支法 可是也可以變成機能儀的布料 對 就是他厲害的部分 所以這些廠才會把單下給他 我們可以看到德利 在今年上半年的營收 也是創下歷史最高 而且是連續增加6年 連6年增加 對 所以這家公司的營收狀況 其實非常的不錯 不過要提醒的是 紡織業的營業利益率 其實不是很高 因為這是低毛利低營業利益率的 對 才不到5% 對 所以有時候你要小心 要看一下它毛利率的增長的趨勢 這主要是受惠 今年它越南廠產能幾乎滿載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注 德利這家公司 尤其紡織股跟大家特別提一下 下半年通常是上半年 業績更好的時候 最後一家公司 我們剛剛講完機能儀之後 我還想提 機能儀附帶的商機是什麼 百合不就是魔鬼氈嗎 而且做鞋帶的 大家想說跟鞋子有關啊 因為百合一般被定義成 鞋子的概念 對 而且我們從它營收看起來 似乎也是這樣 自帶鞋帶佔了45% 但是它還有鬆緊帶的部分 鬆緊帶用在衣服上面 對啊 你看這個鬆緊帶 可以在這些外套機能外套 運動外套的外面 這邊也是 是 這樣比較有造型嘛 對 然後它也提供了部分的延展性 延展性 變得更耐穿 所以這家公司其實我覺得 做這種副料類 就是不是主要的原料 反而不容易遇到對手的競爭 大家反而沒有注意到這一塊 對啊 因為大家都在做主要的原料 對 這種比較小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種小的東西 反而難做 因為你達到一定的規模之後 你的對手要趕上你做那種 不容易 少量多樣 其實這是一個護城河 那我們也來看 所以它有這種純股特性 因為連續20年 不管發生什麼事 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紡織股 大部分很低毛利嘛 那如果遇到原料上漲 或是會損 也有可能遇到虧損 我們來看一下它上半年的營收 一樣是創下歷史最高的 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三家公司 巨洋 德利 還有這個百合 都是營收歷史最高 那我們看到歷史最高之後 我們要回到股價 因為有時候你營收好 但是 要看股價位階 對 你股價太高 你買了也不一定賺得到錢 所以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本益比河流圖的周K 2017年的時候 有到達24倍以上 24倍 而且現在 大概在低於12倍的位置 打了底之後 一路到目前16倍上下 16倍 對 所以其實相對過去 是比較低的一個位置 對 它今年最新的產品就是這個 四面的布 四面彈性布 可以用來做鞋子 所以今年的營收上升 主要是來自於 餐廳的 至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